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国泰军安财富管理投资顾问Square 这个星期的护士都比较整顾 美国公布了7月份的PPI数据 其实连续两个月都增幅超过预期 反映了生产、制造业或其他方面 供应也追不上经济增长和復甦的需求 令通胀压力加强 美国6月份的CPI数据在增幅也优于预期 市场也预期 如果通胀压力加大 会加快美联储就收紧的政策提早 消息令微回指数稍微增持 现在是92.950水平整固 上方重要的阻力是93.40和93.90 下方重要的支持是92.80和92.20 欧洲方面 英伦银行公布了议息会议记录 官员对通胀的立场也不一致 有机会令英伦银行不知何时会加息 或收紧政策 令英镑稍微整固 现在是1.381米的水平整固 如果冲破了1.3900的话 可以上网1.4005 暂时短线的支持是1.3765和1.3700 而欧洲方面 暂时是1.1740这些水平整固 如果可以升穿1.1800的话 可以上网1.19和1.20这些水平 暂时来说都会维持1.1740 下方重要的支持是1.1700和1.1640 而看回其他商品货币 好像是澳元和纽元 这两天稍微整固下挫 因为Delta的变种病毒 市场预期 可能亚洲经济复苏 就会明显受挫 所以年代澳洲和纽西兰 和中国经济相关比较高的货币 就很明显下挫 暂时在澳洲是0.7345这些水平整固 下方重要的支持是0.7280和0.7200 而看回纽纸 就是跌穿了70米先这些水平 现在是0.6995这些水平整固 下方重要的支持是0.6920和0.686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